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园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未来一个月横财从天降,遍地是黄金的生肖,生肖狗,属狗的朋友在运势发展上,今年由于受到太岁力量的牵制,整体运势不会太好,但是进入六月流月与观星三合,恰逢贵人心入手,也就预示住属狗的朋友。 在最近这个月,将会迎来发展的转机,也是今年以来比较好运的一个月份,他们适合多出门,能获得更多的机会,把握住致富的机会,下半年就能够过得舒心,收入也能够稳步增长,遍地黄金,生肖猪,生肖属猪人五行属羊水,水能化万灾,纳万福,六月里羊气上行, 对于属猪人而言,一年一度的财望之时,就到了,本月内,虽然还没见到实实在在的大财,但小财已然不断汇聚,家业稳步富贵,属猪人得金鱼心加持,六月的薪资更能大涨,到手千元成万元, 不光是自己的业绩好了,更会因为贵人指点名录,赚足不少意外财,好日子绵长,求财有道,生肖属,属属的朋友, 今年以来太岁三行客,所以在事业上不得贵人相助,身边竞争者多,财路狭窄,容易得罪人, 但步入新的月份,也将会得到运势力量的帮助,他们未来的一个月繁星事变少,在工作上也能够得到贵人相助, 以前看不起他们的人,也会另眼相看,事业必定大有所成,坎坷变少,顺利事变多,财大气粗,富贵双全,生肖猴,属猴的朋友, 今年运势先差后好,前段时间,可能会觉得运气还是没有舒展开,所以求财不顺,赚钱也不给力, 但他们在近段时间以来,自身的气场变强,可以说是做什么工作,都能获得认可, 且收入直线上升,不但能赚到正财,偏财也是连绵不断,手握摇钱树,脚踏聚宝盆, 未来一月遍地黄金,福气多,好运望,人脉拓展,交际圈广,升官又发财, 生肖虎,生肖属虎人五行属羊木,羊木既能遮阴纳粮,又能成为巨羊巨财之本, 这步,五月六月属虎人财运开始好转,富贵有道,兴旺十足,六月一道心水到手则见大涨, 天贵星相助之中,属虎人一来能化解工作压力,收入涨而操心少, 二来实实在在欲贵人,祝自己外财增多,富贵有道, 月入千元转为月入万元,属虎人能做得道,更能守财有道, 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未来一周最招财的五大生肖,第一名,生肖兔, 属兔的人前段时间,运势一直都不是很好,自己再怎么努力, 道路依然很艰辛,没有什么意外的惊喜的到来, 好在今年属兔的人,有六合贵人运相助, 在未来几天里属兔的人,将时来运转,发财的机会很多, 有望摆脱之前运势较差的尴尬,抓住机会,也就能轻松致富, 第二名,生肖牛,属牛的人,是一个比较刻苦认真的属相, 做任何事情都兢兢业业,总是按住自己的思维来, 不计后果,所以在成功的道路上,总是很崎岖, 在未来七天时间里,属牛的人命里将会有八星庇护, 此时运气也会高涨,做什么事情都非常顺利, 横财运也将会到来,第三名,生肖蛇,属蛇的人尽短时间, 一直缺乏别人帮助,即使运势好的时候, 好运也会和自己擦肩而过,很多机会都没能够把握住, 有很多障碍,不过不用担心,在未来几天属蛇的人, 将会遇到人生中的贵人,做事情也是半功倍, 如鱼得水,到时候升职加薪, 财源滚滚而来,第四名,生肖羊, 属羊之人通常怕孤独,心无城府, 很有人情味,同时天生就是幽默细心的人, 个人运势,生肖羊的朋友,早期有凶星非连作乱, 导致诸多不顺和磨难,未来七天运势回升, 人寿年峰,其次属羊人,事业中虽然目前很惆怅, 但前景非常棒,将来财运望上加望, 获得源源不断的福报,第五名,生肖鸡, 鸡年出生的朋友总是真心实意,喜怒不形于色, 就是对他们非常恰当的形容, 一旦确定目标就会全力以赴,并且待人忠诚, 深得信任,生肖鸡的人运是这块, 未来七天红运当头,贵人相助, 小人避散,事事顺心,门前接锐, 另外生肖鸡的朋友,早年积攒了很多人脉, 未来将会畅通无阻,今后身边贵人众多, 有荣华附会之命,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 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观音娘娘送福,送你事业顺, 爱情顺,家庭顺,谁见观音谁就顺, 三生有幸,与菩萨结缘, 顿悟后发觉,知我者懂我之人, 爱我者伴我之旅,护我者观音之首, 至此助你多结善缘,天天共用安康, 观音娘娘,美貌与智慧并重, 善良与慈悲合体,许愿祈福, 心诚则灵观音娘娘,美貌与智慧并重, 善良与慈悲合体,许愿祈福, 心诚则灵上天有好生之德, 菩萨有怜悯之心, 我被有行善之意, 岂能不逢凶化极, 永保青春与快乐, 善心、善意、善德, 人生路上,抱怨别人极是折磨自己, 嫉妒别人极是浪费自己, 羡慕别人极是伤害自己, 怨恨别人极是折磨自己, 欺骗别人极是挫伤自己, 失信别人极是损坏了自己, 贪恋别人极是苦恼自己, 阻碍别人极是淹没自己, 慈悲别人极是丰富自己, 尊重别人极是助长自己, 宽容别人极是充盈自己, 随喜别人极是天赋自己, 帮助别人极是善待自己, 平等待人极是光耀自己, 做人, 简单、大度、善良, 付出的越多, 你收获的越多, 观音送福, 转发到朋友圈, 收下快乐、平安、健康、富足, 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, 钱虽不是万能的,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, 无论何时何地, 都要笑对人生, 对自己重新信心, 只有这样, 工作才有更大的动力, 才能为了理想坚持下去, 收获到满满的福气, 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凶化吉,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尽, 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彼南山, 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 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富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, 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